6小时的高耗能工作强度 是需要大量食物补给的 为了防止不同病房的医疗队员发生交叉感染 他们的座位也按病区进行了序号划分 吃饭时也要隔开一定的距离 喜欢吃 但是不敢拿太多 虽然交不出饼子 但是我知道了 它特别好吃 真的真的要多吃 玩上班都有劲了 我会不会吃太多了 不会不会 真的有八菜一摊 然后厨师一个人在里边忙里忙外的 非常感动 他们也是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义务为我们做事情 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尽心尽力的 去关心我们自己的热乱 谢谢 今天就是早饭越来越好了 我们还要靠你们解救啊 现场这几个同样身披白大褂的人 正在做着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还是保证一个肉汤 和一个银耳咸汤 医护人员都是24小时能留的 他们宵夜最后一顿是吃到5点 我们后勤人员基本上就是24个 保证他们有热饭吃 作为志愿者 准备食材 保证海军医疗队员24小时不间断的热食供应 我是湖北人 湖北人哪里的 我们黄梅 黄梅你呢 我广东的 我也是湖地道的广北人 他们一共有7个人 1人来自广东 其余6人都是湖北本地人 用他们的话说 他们现在正参与着一场家乡保卫战 问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来当志愿者 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 他们的回答既是意料之中 也是意料之外 铁桌在边下自然等候就积极报名的过来 我们都是自己愿意报名的 因为我感觉会你们意料的 志愿人服务感觉很光 这个是很光的一件事 虽然有点累啊 但是还要坚持啊 我们老板因为他自己是退伍军人 哦 你们当然是退伍军人 所以我们所有公司 都是高层管理员全部是退伍 让我们管理的也是军事化 您也是 你们来了这几个人 有几个是曾经当过兵的 有很有几个 四五个 退伍军人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让我的内心肃然起敬 7人中有4人曾经当过兵 脑海里有一个声音 若有战 朝必回 看到他们 我瞬间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力量 这句曾经在视频里听到过无数次的话 在此时此刻 显得格外 饱满有力 我跟我老公一起来的 老公也在里面吗 聊着聊着 一位志愿者突如其来的狗粮 未都措手不及 他们很勇敢的 两口围起来 那里面刚好还一起来 看见这么有意义的 所以把他说通了 把他过来 人家说通话 我们是从 7年8月26号开始谈朋友的 我在单位上班的时间也是8月26号 然后我小孩也是8月26号出生的 然后我们俩又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 有没有感觉你们俩在这秀恩爱 同年同月同日生一起理证 在恋爱纪念日当天生下宝宝 一起支援海军医疗队 看着他们互相打趣 莫子交流的眼神 这时间的浪漫也不过如此 刚刚轮班结束的海军医疗队员 还在陆陆续续的走进食堂 大家讨论评价着热腾腾的饭菜 有的人说吃饱了不想家 有的人还在和家人视频 仿佛现在的他们 才是这场战斗中最放松的时刻 而用餐结束后 他们戴上口罩 继续投入到下一场战斗 此时此刻 我想到了一句话 每当中国出现危难之际 总会有人人之事 挺身而出 力挽 狂澜 有我们的爱 让你们吃得饱饱的武汉加油 忍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